我,就像我這個家吧 你看王菲哥過來了 他都是 怎麼說呢 就像上次王菲哥走的時候 他說他的什麼訂單問題 我連這些我聽都沒有聽說過 王菲哥又那麼優秀 像我,我的話從小我都說過了啊 我確實很多人說我普通話也不標準 然後說你不認識字嗎 怎麼不知道看,看屏幕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真的很多字我都是不認識的 我也說過 我家裡面跟 跟我家裡這條件跟其他的 不一樣 他是不是沒有不認識的 我真的沒有去想到 不要、不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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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搞、不 私奔,我都說了我弟弟妹妹,我媽,他們不能,他們不能沒有 我感冒了,我昨天在外面站了一天,我感覺我 你感興嗎? 你們覺得我會不會甘心,家人們,你們覺得我甘不甘心 你們覺得我甘不甘心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我要是像別人一樣有文化,然後自己家庭要好一點 家裡面的事情不用,不用讓我去操心的話 你們覺得我還會這樣子嗎? 哪個不想自己以後幸福,哪個不想嫁給自己喜歡的人 對不對? 但是真的,像我們這種條件,真的 我感覺其實有時候我感覺像我們這種條件 我感覺我們沒有餓死,我們有飯吃,我都感覺已經很好了 別說讓我走出大山,嫁給好人家 更不要說讓我讀書讀到哪裡有什麼文化那些了 真的,這些我想都沒有想過,我感覺我吃得飽穿得暖 我感覺我已經很不錯了 我現在就像你們說的一樣,我現在這樣子走 我們這邊,傳統,它有它的習俗,不一樣 還有我家庭,這種情況 我媽媽拿什麼,拿什麼去翻背給 我媽媽拿什麼去給別人交代 而且我,我弟弟妹妹,我是真的想想他們以後不跟我一樣 可能是,可能如果我們的家庭好,就是跟你們一樣的話 我也不至於這樣子了 我其實我嘴上說我不累,我很開心 我幹農活我也不累,我鍛鍊身體 但是真的,就是幹這些哪有什麼不累的 還有很多人都說你不想走出大山嗎 哪有一個姑娘,哪有人不想走出大山,對不對 哪有不想走的嗎 還有說你們,我也有喜歡的人 如果我要是條件好一點,如果我要是配得上人家 我不是這個條件 那我哪個女孩子不想嫁給她自己喜歡的男孩子,對不對 我太柔弱了 我太柔弱了 但是,可能我,我在,可能我對外人 可能我對你們來講,我太柔弱了 但是,我,我對,我對你們來說,再怎麼柔弱 但是,我在我這個家裡面 我必須要強大 我要讓我家裡面的人看著我強大才行,知道嗎 因為我,因為我真的不能沒有我家人 因為我也不想讓他們為我受苦,受牽連 你們懂不懂呢 你們懂不懂我這個意思 我也,其實我也覺得我好可惜 我也覺得好可惜 但是,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我知道你們都很失望 沒事 沒事 我也知道你們 現在肯定 現在肯定都覺得 我太沒用了 你們都 就已經 不想看我了 可能還有的人 會覺得王菲哥還會來 還會來看我,什麼的 但是,我感覺王菲哥不會來了 真的不會來了 家人們,王菲哥走 今天第幾天了 我怎麼樣嘛 我已經拖了好久了 我已經善良很久了,家人們 你們怎麼還是不明白 我已經拖了好久 我說過兩天,我會慢慢自己解決 但是,人家 人家那邊很著急的 一直說 但是我拿什麼呢 我們這邊 不能把人家給我們的 給人家 就是不可以這樣子 人家給我們什麼 我們就 把這些東西還給人家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 我們要給人家更多的東西 知道嗎 我要是真的 哪怕是我要是 有其他那麼一點點 辦法 我都不會 拿我自己的青春 拿我自己去 就這樣子賭 你們知不知道 太失望了 我自己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沒辦法 不用了 不用打電話給王菲哥了 你們還 你還不懂嗎 人家上次不是說了嗎 王菲哥不回來了 他在那邊忙工作了 而且王菲哥也有女朋友了 他以後會跟他女朋友在一起的 我這樣子打電話 然後再這樣子去訪王菲哥的話 我這樣子不好 我這樣子的話 對他們不好 知道嗎 我有主見 但是 我這樣子 怎麼 怎麼樣 怎麼去 有主見呢 你真的 很多人都 我說句實話 有 真的 你們要是出生在 我這個 像我這樣子的話 你們出生的 像我這樣子的話 你們可能也會 選擇我這條路的 因為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有些話我說出來 也不好 但是我真的 我 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遺憾的 我就是遺憾我 以前 也不算遺憾 我就是 但是 也不能說是遺憾 我 我就這樣子 我就是覺得 要是我家庭 跟別人一樣 一家人 一家人 可以團聚在一起的話 我也 我也 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 活 我也不用像現在這樣子 那麼累 然後 我要是條件再好一點 哪怕是我現在有個文化 我 我可以自己找一份工作都可以 真的 真的 現在真的 除了會幹農活 我還能幹什麼 我除了會幹農活 我還能幹什麼 我在想真的 我好羨慕那些跟我一樣大的 他們 要么就是在上大學的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 不說了 我 你們看到我現在這樣子 哭哭啼啼的 肯定 你們看了都很煩 我自己都很煩 但是我 我本來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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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裡面的人 我本來以為 我媽媽肯定會為我著想 什麼的 但是我媽媽 可能 我媽媽是為了我好 但是 她其實真的不懂 什麼是為了我好 她真的不懂 我媽媽他們根本就不懂這些 所以他們也不會 也不會想到 什麼 走出大傷這些 我媽媽他們是不可能的 他們覺得 南方家就是 我想起對象他們嘛 有吃的 能吃飽喝足 條件不是很差 他們就覺得可以了 反正今天 我該說的我也說完了 今天該說的我也說完了 王菲哥會幫你的 不用了家美 不用了 日子都選好了 你們不知道我現在的想法 真的